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女孩用魔法,让爱人起死回生的故事《美丽生灵》。 故事发生在一个暗黑小岛上,男主小白是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,他一直做着同一个梦,梦里有一个看不清脸的女妖,他将这个女妖画在了纸上,这天学校转来一个漂亮的女生小美,小美的手上纹着神秘的数字紫青。 因为特地独行而被斑花针对,小白却一眼看上了她。 回家路上,因为下大雨,小白不小心差点把站在路边的小美撞倒,也因此有了借口送小美回家。 第二天,斑花继续在课上针对小美,小美极力地忍耐着,但还是忍无可忍地爆发了,窗户玻璃也碎了一地。 小白为了安慰小美,于是私自跑去找她,没想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,大厅十分的空旷。 小白找了一圈后,在后院发现小美,小美看起来心情很不好,两个人弹起心来,很快小美的叔叔就出现了。 叔叔对于小白的到来显得不是那么欢迎,还用魔法控制了小白。 等小白一走,叔叔就警告小美不准和小白往来。 小美对叔叔的做法十分生气,两个人背着叔叔偷偷地在一起了。 一天小白再次去找小美,却被困在了院子里,无论她怎么走还是会回到门口,小白陷入了黑魔法之中。 就在危机时刻,小美出现救下她。 小美告诉了小白所有真相,原来小美的家族是巫师,天生拥有神奇的能力。 小美16岁以后,会变成一个黑暗巫师或一个光明巫师。 她手上的数字字星预示着离她成年只有两个多远。 第二天,小镇上出现了一个神秘女人。 神秘女人开着跑车将追击她的警察控制住,然后警察就翻了车。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小美的表姐,同时出现的还有家族的其他成员。 小美的表姐直接开着车来到学校,将小白带到了小美的家庭聚会上, 还用魔法控制住小白,让她不能动态。 表姐当着小美的面戏弄小白,惹怒了小美。 于是两个人当场斗起魔法来,一家人就这么旋转着在飓风中吃完了晚餐, 小白也成功地被转晕倒在了地上。 之后,小美跟小白说起表姐的故事,原来表姐在16岁那年变成了黑暗巫师, 仅凭一个眼神就可以控制住所有男人。 晚上小白和小美去看电影,小美发现小白拿着自己送她的那块怀表, 于是打开了怀表,和小白一起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像。 原来当年小美的父亲被士兵打死, 小美母亲释放最邪恶的力量,想让父亲起死回生, 结果却因此被黑暗吞噬。 小美回去问叔叔怎么回事,叔叔说这是他们家族遇到的诅咒, 想要破除诅咒必须和小白分手,于是两人被迫分手。 谁知小美的母亲找上了小白,小白慌张地跑去找小美, 无论如何她也不愿分手。 小美的家人终于妥协,在巫师阿姨的带领下, 他们找到了一本记载着咒语的书。 为了破解咒语,小美天天苦心研读, 眼看着就要到16岁了,小美解读出要破除诅咒就必须要自己爱的人牺牲。 小美不愿意看小白死去,于是她放弃了小白, 但小美依旧爱着小白,诅咒仍然有效。 在小美16岁生日的那天,意外还是发生了。 小白和同学在进行表演彩排时,被同学失手射中, 小美感应到不对劲,等她赶到现场时,小白已经断气。 小美为了救小白施展了邪恶魔法, 眼看着就要上演当年母亲就父亲那一幕, 小美却被躺在地上的小白叫住。 原来这个小白是自愿献身的叔叔假扮的, 叔叔用她对小美的爱拯救了小美。 小美也成功地解开诅咒,成为了光明无师, 并惩罚了妈妈,将她变成了一堆藤蔓。 最后小美在图书馆和小白重逢, 两个人就像初始一样和对方打着招呼。 这个故事或许告诉我们, 爱可以毁灭一切,也可以拯救一切。 好了,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见。